观众朋友们今天外出有没有觉得外面就像是大烤炉一样呢 不过进到室内又很凉 也因此温差非常的大 小心感冒喔 气象署持续的发布高温资讯 我们就看到除了说在新竹市以及宜兰是没有发布高温资讯之外 全台湾各地都可能达到36度 甚至是超过36度的高温 我们也来看到了在截至今天中午为止 云林县的陡南已经突破了38度 还有的在台南地区部分地区也是接近了38度 整体的感受上都是非常的热 而未来一周的温度上来说 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高压稍微的减弱 因此有一些水汽上来 温度稍微的会下降 大概31到33度 感受还是很热 而礼拜三到礼拜六高压再度增强 因此各地的温度又会再回升 甚至是比这周来说还要再更热一些 体感温度方面来看到 包含台北桃园以及宜兰都是突破了40度 主要也是因为说湿度高加上这个温度高的关系 人体的皮肤是不容易散热的 就要来防范热伤害了 三个步骤包含要保持凉爽 也就是衣服可以穿得比较透气一些 第二个适时补充水分小心中暑 第三则是提高警觉 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天气以及身体状况了 再来看到降雨方面 今天主要还是以午后热对流的形态为主 包含在中部以北地区 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都有局部性的震雨 而尤其留意的是北部和各地山区 可能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那么再来看到礼拜一以及礼拜二的时候 高压减弱以及水汽上来之后 整体的降雨范围会再扩大 尤其降雨的时间也会拉长 中部以北地区在入夜之后 还可能有震雨发生 那么礼拜三又会再稍微的趋缓 紧接着看到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 环境转吹西南风 因此在东南部地区是迎风面 就会有局部性的震雨 最后来提醒您了 本周来说都还是高压笼罩的状况 也因此温度比较高之外 午后也要防范雷震雨 尤其山区是比较明显的 以及在今天来说 马祖以及绿岛还有在桃竹的沿海地区 有强震风 海边活动多加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